這種算是錯假訊息的認知戰 其實在臺灣面臨這種攻擊第一線 其實是最多的 全球受到認知戰攻擊最多的 就是臺灣了 包括你看外面有馬英九 對不對 現在在美國 在國內有喝杯好油 喝杯好油這件事情 為什麼特別又要拿出來講 是因為他的共犯許澤濱有沒有 就國民黨那個黨功 結果被查出來 我的天啊 他有一大堆假帳號 國民黨的網軍就是你們 還好意思講別人對不對 對啊 就像我們前內政部部長 李鴻元老師 我覺得非常的令人感到遺憾 就是為什麼他會講出這種說 口罩隊還有所有的經濟生產 在防疫的時候是收取回扣的 我覺得現在講話都不用負責任了 真是令人震驚 他當老師這樣好嗎 對 我也覺得很驚訝 就是就是而且最後他其實自己在臉書有講說 這並不是他經過查證的狀況 或有合理的消息來源 而純粹只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好朋友 企業家跟他說的 這樣他就可以直接講出來 那事實上他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內政部部長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所以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對政府的連能產生非常大的懷疑 一定會的啊 而且這樣子對於當時沒日沒夜 為我們去趕制各種民生防疫物資的這些企業 跟我們的政府同仁情何以堪 所以雖然他道歉了 我個人還是蠻生氣的 而且他根本就是個造謠仔 他造謠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他之前就曾經造謠過 所以我覺得現在到大選還有大概80天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嚴防各種不實的謠言 來傷害我們選民的認知 或者是影響我們的投票 這真的對台灣的未來我很擔憂 對 認知戰這件事情 就是任何人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接觸到 錯誤的錯假的訊息 所以你能不能夠有這個清楚的思辨 以及嗜讀判讀的能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極為重要 畢竟台灣在第一線 受到的攻擊是最多的 從這個林北好游到許哲斌 然後我們現在檢調發現說 許哲斌過去是國民黨政策會的黨功 然後因為一個案件 所以現在調查出 他背後竟然是有上千組 持有上千組的帳號 那李鴻源前幾天又毫無來由的 突然在網路上面直播的時候 去污蔑造謠說什麼過去的口罩國家隊 什麼收取回扣等等的 但是因為馬上 因為這個不是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事 這是產業界那所有的工廠還有當時線上 這麼多人曾經參與這個民間的業者 大家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毫無來由的污蔑 所以大家跳出來講了 結果一背打臉李鴻源馬上道歉 然後馬上 但他怎麼說 他說我是聽有人說的 然後呢 他的造謠不止這一件 他也說 台灣因為當年 馬英九的這個ECFA 然後所以說我們每年從中國賺進了這個 將近1700億 那經濟部馬上出來曾經我覺得這次 還美金喔 對 要馬上要給經濟部肯定 他們已經造謠到一個太離譜了 所以你的這個賺多少錢 這個跟你的出口跟你的順差 這是兩件事 然後呢這個數字完全都不上 結果搞了半天去看說這1700億美元的數字 到底哪裡來的 最靠近的竟然是中國海關的數字 所以我還是要說我認為這李鴻源也不是失言 也不是說什麼道聽途說 剛好聽到一個朋友說 不小心直播講出來 完全不是 我覺得真的是接下來應該 許澤濱上千組的 然後這一案要好好的去徹查 國民黨是不是長期的在做有系統的操作 他的手法很像嘛 先在網路上面 然後先丟出一個看起來好像似是而非的假訊息 然後呢因為他用直播透過一個方法 讓他大量的傳播 傳播出去 假設沒有人即時的阻止 即時的出來戳破澄清的話 哇他就變成一個大家以為是真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有中央廚房 所以柯文哲也現在也是一樣的這個方式啊 你知道我覺得陳菊這件事 柯文哲不是意外 因為呢他知道 不是失言 他現在他很多的發言 都會被剪成端影音在抖音上面傳播 那端影音喜歡的是什麼 就是這種比較誇張的說法 比較誇張的表現 學習他的模仿他的口氣 然後唱一首歌等等 所以我認為他是有意思 他知道他這一段一定會被剪成端影 然後大量的被散播 而且我覺得啊 我真的懷疑他們有中央廚房 他們拿到的一些資料 搞不好真的是什麼中國海關的資料啦 而且錯都會錯一樣 對 錯都會錯一樣 然後呢這個拿到了這些資料之後 這樣啪 嚇在整個 同文哲裡面群組去散播啊 然後到處去 到處去這個傳播錯假訊息 這個很可怕 這個就是台灣必須要 努力防止的這個地方